拍卖 拍卖的时候买到人进来 是你自己家里面人 是 这会不会太明目张胆了 这个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所以你起码要把这东西解释清楚吧 你农民银行如果说 如果沉默不吭气 虽然这个是2005年的事情 已经经过这么久了 当然我一直在问就是说 那民进党执政在干嘛呢 但是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拖到现在 你现在你还是要说明 好 向文刚讲这段钥匙 大家都在问 好歹农民银行现在叫合库吧 合库当中变得红蜂 你还是可以把资料拿出来嘛 你说央行总裁 针对鼎心卫家那个 都已经公然出来讲 你就是99% 然后你就去带什么什么 你都可以讲到这样 这件事难道政府 马中有看完所有这么多节目 或是看了这么多报道 不出来说说话吗 现在你会发现 要是每个人都这样跟你讲 像蔡百禄 他就跟你讲 我一切依法行事 我有合章 我根本没有看内容 我也没有去会刊 所以你可以骂我笨 你可以骂我初心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不可以骂我 做了坐监犯科 就变成这样 农民好像拿出来 大概也要这样解释吧 老百姓能接受吗 刘振驰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刘振驰现在所涉及到 杨明山也好等等 有官商勾结 应该是逐渐明朗化 因为原来洋管处的前处长 蔡百禄都已经交保了 那从早期 他现在的辩解永远是如此 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那个地下室别人挖的 那个土地分割是代书做的 他啥都不知道 那一定是代书做的 土地是冲有蛙的 土地是冲有蛙的 所以这都是这种讲法 都是想撇清责任嘛 你想一想看 他当时被判 那个蔡百禄啊 被判决收贿罪的那个案子 就是栗山林 就是郭全庆了 也是在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案子 郭全庆送的钱 栗山林公司送钱 然后呢 他居然跟人家签约 要做地下室的工程 那个是确定了 他要做地下室 不是别人 说他搬进去才有 因为那个判决书已经确定了 他要做地下室 可是他居然没有跟人家签约 做地下室 本来应该是一个承揽契约嘛 可他居然只叫 那个承包的蔡先生 写了一个承诺书 蔡先生说 我承诺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如果没做好什么责任 我来付 这样子来撇清 他跟这个地下室有关联 不是他做的 是别人做的 这个根本不足以置信嘛 所以我认为 现在可能还有人在包庇他 我当然并不愿意 就凭着两张照片 就认为跟马家有关 可是任谁都知道 在如果我的家族背景 可以理解的话 在过年的时候 会到人家家里头去吃饭 那是要大胃 这个是律师 不管怎么样了 就跟人家家族去 过年的时候 跟人家家族去 在过年的时候 他一定交情非显 通家制行 他否则的话不会的 过年不会做这种事 他拜个年 他拜个年 自己家人 要一二三 要大姐二姐 什么等等 跟他妈妈 跟对方的家族一起 这个就表示 已经有双方家族的渊源 跟互动 那所以蔡柏露会讲这种话 说他家庭是有背景的 有特殊背景的 是其他有致的 所以这个案子 我当然觉得说 当然我们必须要支持 现在检调继续侦办下去 而且我们认为 应该像上次 郭全庆的案子一样 就是即使蔡柏露 把建造都发了 发给郭全庆 可是那个建造 是因为根本 基于收贿的原因而发的 所以那个建造根本无效 所以如果杨管处跟 刘正驰之间也有这种 因为他现在也被交保嘛 算两个人都被交保嘛 等于是他一家人都被交保 那因此如果查出来 中间有非法的原因而发建造 那当然他现在整个的 土地的问题就在接触上 就合法性就被推翻了 应该要回复原状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简单应该更积极的 去从这些像关系人中间 就这些证人中间 来查官商勾结的这些内容 来让民众觉得 你是不怕特权 不管他的背景是高到什么程度 我都觉得应该继续查去 杨老师刚刚讲这段 其实老百姓要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魄力跟真相 那民众现在都会问说 那这几件事你刚可以看到 杨管处的前杨管处长 他就跟你讲说 有有我有盖章 但是我盖章我也没有仔细看 那里头到底是这样 你会发现事情出了事 官员给你直接的回答 好像都是这样 结论就是你骂我笨都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说我太大文化 真的是这样 如果讲说前杨管处 就为蔡兴典前处长的话 过程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些 什么样的记录呢 来 环璇 好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蔡百露 她是前杨管处处长 蔡百露呢 她是在2006年退休之前 她连发了六张见证 她同意这业者 在这北投缆车站的附近 去先建了大型的油器 贪污开发训练中心 后来就被人查出 收费800万 遭到判刑两年半 后来蔡百露还遭到质疑 说她在她任内 还核发了 位在这个秦天刚的围建 这个围建是天保圣道工的建造 蔡百露也遭人质疑 说她任内 让这个业者 以六百多万的权利金 将露营厂 把它变成了高级餐厅 度假小木屋 假日住宿收费 就从七千元到九千元 不得人认为是土利厂商 再跟蔡百露在2005年的时候 遭到这个历委爆料 在处长任内 同军中心违规 无偿使用国有土地 三十多年 竟然还准备要将这无偿使用 这个土地委外经营 那么蔡百露还身兼 同军中心常务董事 包庇违法 好 那你说下面这三项 就被质疑的部分 还有待要去厘清 然后去清查 检查清查 可是这一项 是确定的 OK 因为已经复刑完毕了 那这八百万 她自己吐出来的 这个案子我特别要说一下 因为我在现在在 看她的这个 当时的判决 因为这个盖子太奇怪了 当时蔡百露就判个两年半 Yep 而且一判完她就不上诉 一个受冤枉或者喊冤的人 她通常被判两年半 不管是两年半三年半 第一个她判两年半 非常不合理 她说是转污点证的人 不 那个大 她后来的确转 就算转污点证 我看那个判决书 要叙述她为什么最低徒刑 七年的徒刑 因为她是认了收贿 那个基本上七年 对 台湾制的条例 七年以上 那刑法总则 在犯罪后态度 可以就作为减刑原因 自白可以成为减刑原因 不管怎么减 能够减到两年半 两年半的徒刑的 其实在过去的例子 非常显有 少有 我就看她那个理由 而且她减完了以后 她判两年半以后 就不上诉了 就赶快去坐牢 坐完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蔡柏露 她所涉及到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大 至于说那个法院 那个背后 有没有什么 我这个另外再去谈呢 可是你就会发觉 其实她案发以后 她小的随随就自保 她非常清楚 她把所有涉案的人 全部摇出来 可是是不是就 因为摇出来 是不是就讲出真相来 我是大大的怀疑 因为当时 最倒霉的是 民进党那位内政部的 一位次长吧 还是什么人 言行文记 言文记 那所以 她是不是因此 在本案中间 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案子中间 后面 她有别的人在里头 这一点 这一点我觉得 蔡柏露 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觉得检调 当然二十万交保 已经是认为 她是一个被告了 不是一个证人了吗 认为她已经有嫌疑了 可是我总觉得 检调应该在 当时的政治关联上 针对蔡柏露 多做了解 才能够针对 刘正池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 是刘正池 一个人 一定跟刘正 这个 刘正宏 或者跟刘正宏 有关的 当时做书记长 有关的一些 政商关系 应该有所关系 可是这整件事情 段伟 我们刚刚看这一张 像蔡柏露 以前发生的事情 在看到这一次的事情 她被检方约谈的时候 她就直接跟你讲说 那我就是没有仔细看嘛 我就一推二五六 我就这样跟你讲 其实老百姓 现在要关心的 除了这件事 你说阳明山的地 就算被人家这样子 圈地去啃了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我不上阳明山 我就不会用到 但是农营呢 农营那个 打掉的那个呆状 你就算坐在家里面 大家都要去 你都会摊到那些钱 不是吗 那我怎么这么无辜 我没事去摊到那个钱 到现在 你说内政部长讲说 阳管处到底过程 有没有行政书 是书要查 到现在过了这么久 没听到下文 农民银行那件事情这么久了 你也没听到农民银行 现在何苦 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这样子啊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这是共犯结构 无论你是 有没有收钱 无论你是 是不是不小心 或者是你在权势之下低头 这个你都要负责 因为这是你的职责 是你无可推诿 我回到我的 我的这个态度 我认为最后 就是刘正宏要负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